苏州有一座公办民主博物馆,东吴博物馆,该馆是由政府出的,出资建设,藏家向国家捐献藏品而成。馆中五千件珍贵文物中,有一千四百件都是由陈凤九捐赠,现今收藏界中,由北马南臣之说,北马,及北京的马卫都,南臣,及江苏的陈凤九。 图,陈凤九,这件西晋青瓷神兽村,是东吴博物馆的镇幻之宝之一,它无论是气形还是神兽都极为特殊,是六朝青瓷中罕见的艺术珍品。是陈凤九在1994年时,又卖别墅的41万买回的,但当陈凤九将此物捐赠给东吴博物馆时,鉴定专家不识此物,误认为是假的,居不接收。 为此,陈凤九几乎跑遍全国,请各地专家鉴定此物,直到他到南京后才得以证实,原来,这件西晋青瓷神兽村并非孤品,在南京博物馆中,也有一件相似之物。 他于1976年在一星出土,经专家鉴定,是习近时期的特质随藏品,即为珍贵。 1993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,属南京博物院实践国宝级文物之一。 另外,东吴博物馆还有一把月王沟剑剑,据史料记载,月王沟剑有九把配剑,此为其中一把,此剑历经2000多年历史,仍可吹毛断发。 这把月王沟剑剑,是1983年陈凤九在扬州时,花五千元从一位六十多岁大叔手中买下。据悉,这把剑是大叔祖传之物,因生活所迫不得已才卖掉的。 后被文化部鉴定为国宝级文物,陈凤九曾带月王沟剑剑,参加过央式的剑道栏目,经都为权威专家共同鉴定,确认是真品无疑,属国之重器。 图,东吴博物馆中的唐勇,陈凤九将毕身所藏的1400多件文物全部无偿捐赠后,出任东吴博物馆馆长。 对于文物捐赠,他表示人都是历史的过客,但文物不是,我有责任将这些文物完好的交给下一代。